阴沉木是什么木头? 阴沉木又称乌木,为蜀中特有,自古以来就被称语为万木之灵,万木之尊,是远古时期的名贵树木。 因洪水、地震、泥石流、地壳变迁等自然原因而被深埋于骨盒床,山溅之下。 在缺氧、高压状态、细菌等微生物的作用下,历经几千乃至上万年的岁月被逐渐碳化而形成,因此又有碳化木之称。 乌木的原生古树多为红春、南木、青杠、马柳、香章、花丘等品种,本质坚硬,多成褐黑色、黑红色、黄金色、黄褐色等。 其切面光滑、木纹细腻,打磨得法可达到镜面光亮。 历代都把乌木用作辟邪之物,制成工艺品、佛像、护身符挂件。 如果制作成古典家具和雕刻艺术品,则更显弥足珍贵。